今天来做一个用土耳其土产的这个三文鱼 来做一个汤 土耳其这个三文鱼呢 它就是比较实惠的三文鱼 因为这是土耳其土产 土耳其式的三文鱼 它虽然也是鲑鱼 就是鲑鱼 它肉就没这么鲑鱼 鲑鱼应该就是要经过特殊的饲养 放了特殊的食物饲料才会形成这种三文鱼 它这种肉就是白鱼 但是它都一定要质量 我想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如果它比较便宜 20米辣400克 民币也就是10块钱的民币 400克 我可以吃两个 那么阿里克就是土耳其鱼 在土耳其鱼里面就是鱼的意思 我会 刚才我把姜片爆香了以后呢 我会把这个鱼 打开 切小块 下期要是买一个不沾过的那种 每次煎这种鱼啊 我就会变得比较 比较 比较 因为这个鱼 稍微就火候掌握不了了 早上就好了 它就会沾过 那么好像这个鱼汤的话呢 它就是 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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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 好 再把洋葱放进去 喜欢用这个鱼 我觉得就是外用鱼 为什么这种鱼 国内就是木鱼 为什么从来去这种鱼子做菜非常方便呢 因为从后来其实喜欢喝汤啊 做什么粥啊什么的 还有炖汤啊 这个因为要这么搅啊 就倒热性 就很炭 所以说就非常方便 我做什么 我都喜欢这个木杂子 好 把土豆放进去 放一个玉米 玉米买了以后呢 我就会把它切成一段段 这样子 出来 出来把它切 做一些碎的 把玉米里包下了 切下以后 放到冰箱里面 随时用 然后还有切一次段 一次买个十个 然后切成一段 放到冰箱里面 要煮汤上放一两个 它 取一个 特别甜啊 取一个提味的作用 现在我们今天这个菜啊 擦了一个什么 这胡萝卜 擦了一点白萝卜 白萝卜 在这个汤里面 在这个汤里面 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味作用 就少了白萝卜 就少了一个味 然后还少了什么东西 这是小蘑菇 这是野蘑菇 这是野蘑菇 就是我去那个 有机 周日有机 喀山帕下那个有机市场里面 它会在 这个 菌子季节呢 野菌季节 就会卖很多菌子 我就买回来以后 把那个热水 洗干净以后 热水浊一浊 我就会把它冻起来 冻起来 甚至想再冻起来 然后 要需要吃的时候 就把它放进去 再放 菌子 然后再放 里面 放这个枸杞 土耳其的枸杞 一公斤装的 一公斤装的 人民币三十块钱 这不光是债床最便宜的 但是我还是相信 这个土耳其人呢 和他这个农业体系 还有他人的这个 土耳其人 因为他姓教 他始终 他自我一种 稻的约束力 还是比较强 实际上 稻的约束力 它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 我觉得 土耳其的农产品 我是有一种 非常放心的一种 然后 盖上盖 慢慢地煮 水 最后 最后再 煮好了 再 调料 调味 然后 就可以了 这个冬天的话 就吃这个材料 就感觉特别好 好 接着这个汤也差不多 准备好 这是后续的东西 后续放点西红柿 因为我不想西红柿做得太融 全部烂在一块 我就休息最后放 再放一点那个 芹菜菜 好 配胡椒 盐 熏料餐你看一点点就很多 再焖一下就可以起过了 就不装什么 直接就用这个锅上桌子 汤少了一点 但是也不想变成炖菜 平时我会加一点 把这个汤加多一点 但是今天因为做菜的时间问题 所以说就不想再加了 这就是三味鱼豆果 这分钟 il照鱼豆果